《潘小聰,恐怖在戰》 《潘小聰,恐怖在戰》 千萬不要吃宵夜 好了 今天這位嘉賓請揭開 你好 好了 另一位美女 你覺得屍體會跟你說話嗎 又或者給你一些訊息 我要破案 或者死陰不明的尋冤兇手 有的 因為我們要處理屍體 我們叫做效率都要快 通常一天都是一副 有很多時候因為太累 都會自己看不到 或者找不到標誌或標記 我會自己跟她說話 我會跟整台骨說話 怎樣說 我會說 譬如說 為何你的左手會 為何你左邊整個上身會特別小 為何你右邊會 為何這麼大的對比 到底你生前發生甚麼事 或者譬如我見到一些病例 我沒有看過 我之前有看著原來那個是癌症 後來才知道 但我便問 為何你的骨會在裡面被人吃出來 其實我跟她說了 我覺得好像真的在對話 不是只是 好吧 我把你的東西抄出來就算了 這樣 那你說了之後又如何得到訊息 說了之後 又很搞笑 每一次說完一會 那些人會說 咦? 這裡還有一些東西未看到 原來 所以便會找到一些我看漏了的東西 是 那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他們 是 冥冥中有主宰還是怎樣 有沒有試過或者跟你報夢 去到這些事情 阿仙人突然跟你說 我其實是這樣死的 那裡的骨是未齊的 有沒有這些東西 又未 未試過 未試過 OK 那如果有的都可以是一件好事 你害不害怕 如果真的有 我想你不會害怕 你的屍體 屍蟲都不害怕的時候 我想你的影像也不會害怕 如果 怎樣說 如果是看多兒 真的我在做的個案 我想我不會害怕 是的 是的 因為我覺得 他可能看著我做事 其實有沒有一個使命 就是真的好像你本書所說 想跟他們解開一些結 有的 絕對有 所以每當一次 找回一副屍骨的身份的時候 都很感動 那一刻真的很感觸 成功感真的很大聲 有沒有一次是會哭的 有沒有記得一次很感動 或者家人都說 哎呀你真的好啊 你找回他出來還是 因為其實通常都不是我們親手交給家人 所以我知道家人 他們的家人每一次都很感動 會哭的 但是 好像剛才我說的 胡辛苦那個案件 其實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那一天 起碼做了兩三副骨 我都是沒有頭緒 沒有頭緒 沒有頭緒 因為他們撞的時候 沒有陪葬品 沒有東西 每個人都幾乎一樣 那我就說 我到底可以怎樣做 我覺得有種分疑 有種失落感 就是我做完之後 原來我找不到你的身份 那我做什麼 就是我在那裡 當我最後那一天 最後那個案件 是找到有個胡辛苦 那一刻 真的很感動 但是不是每次有一個 這麼標誌的出現 是啊 所以有些位置 就是 有的話 我真的覺得很慶幸 那一次 譬如有些地方 一定找不到那隻是什麼 就是亂撞綱 沒錯 我們有一張照片 就是Winsome 都去過亂撞綱 我們經常都說亂撞綱 但是親眼看過亂撞綱 然後有多少 我想真的不多 嗯 你去過哪個亂撞綱 我去過一個 在塞浦路斯的亂撞綱 那個亂撞綱 其實是一個墳場裡面的 是 就說那時候是 懷疑是之前 即上一兩個世紀發生的 戰亂的時候 就撞在一起 是 是 那你去到那裡是怎樣的 感覺會有很大的 壓迫感 很不舒服 還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震撼的 因為那個 即是你一看到整個層 因為我們是掃沙石 掃到差不多 其實你會看到 越多骨 越多骨 第一次你找到骨 那一下你真的很震奮 因為覺得你掃極 都還未完 但是後來 震奮 大家想看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覺得 究竟裡面有多少人 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裡面有多少人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人 剛才看到一個 比較清楚的骨頭 那是否有個故事 是的 這個 是的 其中我們做一個 屬於家屬的墳 就是我剛才說的 起 要挖墳 挖墳 那些 就是家屬要我們去處理的 其中 我們就 起它出來的時候 就 發現它的 左室 左邊的身體 上半身 全部都碎了 但是右邊 就很完整 我們就說 為什麼這麼特別 我們就 在研究的時候 後來我們跟家屬 聊天 他說原來是 之前內戰的時候 就是都戰亂了 那這個是一個媽媽來的 我們是跟她的兒子聊的 那她的兒子就說 她媽媽 那時候內戰 在街上有人 拋了手榴彈給她 他摺了 下一秒就爆了 哎呀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是啊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那如果你想看到 一個小時免費節目的說話 那可以在 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答八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 專業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咀網 和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 大概一個小時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 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 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 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刻下載 立刻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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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